上次有跟大家讲过我会教一些3D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3D要把它apply在我们的text上面的话会有什么效果 同学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启动3D的这个界面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效果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 所以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它停的很快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都跟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多留几秒钟的时间 多几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它最后整个完成的一个构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同学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字是一个一个翻下来的 就有点像你们每次看到应该是失诚今日吧 它的或者是一些片头 它们时常都会有一些翻下来的动作 然后这翻下来的动作 其实呢如果同学还记得我们上次做的事情的话 还记得我让大家做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让那个树长出来啊 我们让那个房子变大 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有一个 的那个动作吗 然后再回来再回来多一点点才回到原位 现在我为了让它更有弹性 其实我们就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它翻的时候 我们让它前后然后再前后然后再回来 所以总共是一个原点加后面的五个效果的点 同学可能觉得很多很多类额很恐怖 但实际上我们上次做是因为我们要练习 我们今天做其实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呢我们可以copy and paste 那个我们的那个t-brain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我们完全不需要用到什么样的道具 但是我放了一个MPTree在里面 就是拿来做节奏用的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在我们的ML上面有 同学可以拿下来试试看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你们就当做我是在一个完全新的 After Effects的一个project里面好了 我现在呢要开一个新的composition 所以我们去New Composition 好这个New Composition 你们的话叫com 1 那我就把它叫做 We Love AE 好不好 We Love AE 然后它的那个 Width and High 还是一样的 25 frame 然后我放它7秒好不好 然后按OK 好我现在就有一个We Love AE的一个composition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呢 它不是一首歌它是一段音乐 可以把它 drag下来放在这个地方 把它当成一个layer 你把它三角形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audio里面有一个叫Wave Form的东西 如果你会看Wave Form的话 你应该知道说它每一次 就是 这里比较高的地方可能就是它的percussion 或者是它的beat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可以让它播出声音 如果你只是按space bar的话是不会有声音的 可是如果你按preview的话 然后经过我刚刚的观察 这里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登登登登登登 OK 所以这里这六下就是你等一下 We Love AFTER EFFECT 这六个音节的 这个节奏 所以呢 首先我们就 开一个新的layer 这个新的layer 不需要特别去按 你只要按T 或者Text 然后就V 我把它设成白色好了 然后不要选那么细的字型 然后我稍微把它的那个贴近一点 然后放大一点 We Love AFTER EFFECT We 同学我开着这个是它的Title Save或者Action Save的一个框 因为我不希望说等一下我翻出界 但是如果你不想开也没关系 然后我们来到V的这个layer Command D We Love 我double click就可以L-O-V-E 这L-O-V-E呢 换个字型好了 呃 我还是可以放一样 但是我放 DIN italic OK OK 然后我放红色 OK 然后我放红色 V Love 这个Love呢 OK 可以过来一点 We Love 然后这个V呢 我可以再Difficate一次 我把它移上来 OK 嗯 你是ALA אני 8F Tchan 可以 prevent unu double click ter after duplicate deflex 沒有,sorry,就有一個e好了 然後 拆來 f f f e c t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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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E Facts 我可以選在一起 讓他們下來 After 我可以 下來 可以稍微放大一點 After 可以 再放大一點 可以 下來 可以 下來 可以 下來 可以 過 所以我大概就是要把我的整个字拉成大概这么大 A不行,太大了,太爽一点 它的壳名都已经不胜负荷了 OK,好,大概这样子 We love after effects 好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把它们全部选起来往上面移一下 好,我们首先要把它们全部变成3D的 怎么变成3D呢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cube,这个cube就是3D的意思 所以我全部都要按 每一个格都要按 除了我的这个music,music是不会有那个3D的option的 因为它根本没有办法做3D 好,我们来看哦 其实3D它就是有X,Y,Z三个不同的方向 OK,上面你看到这个青色的是Y 这个是X,然后这个是Z Z呢,如果你移动它的话 它就会向前跟后 如果你移动X的话就是左跟右 移动Y的话就是上跟下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并没有移动那个字 我们是旋转那个字 好,那我们如果要让V这个字旋转下来的话 我们究竟要旋转是X,Y还是Z呢 同学其实你应该把这三个方向的坐标 就是那个坐标的线想成是三只棍子 那如果我们要让V旋转下来的话 我们应该要旋转的是它的X 因为那个X你想看 如果你有一根棍子放在X的位置上 你旋转它 就是这个,我旋转给大家看好了 它是Rotation 如果我旋转它的X它就是这样 OK,如果我旋转它的Y它就是这样 OK,旋转它的那个Z的话就是这样 OK,所以肯定的是X 但是呢我们旋转的方向不太对 因为它如果是X的话 它是这样子翻上来 刚才明明是它是头部这样子翻下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它的Anchor Point Anchor Point就是它的旋转轴 那个旋转轴呢 同学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移动它的Anchor Point 我们来按A看看 上次我跟大家讲说 可以在这边就是改变它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方法 因为现在是在3D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用这个方法会比较快 就是用这个 就是Pen Behind Anchor Point 2 按一下 我们就把它的Anchor Point 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 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很快速的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首先在第0秒的时候呢 这个V 我们按一下R做它的Rotation 所以刚才我说是X,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试试看 OK,大概是 大概是我们放它90 OK,90 然后呢,它大概在 我们看看 将近第1秒的时候 它翻下来 所以它翻下来之后 我们改变它Value 它就会加一个Keyframe给我 所以是0 如果你这样子移动它的话 它会很static的移动 你看 我的音乐不要听到 所以我先不要拍音乐 所以这样 这样随不会,对不对 好,这样随不会 好,那 我们就要 谨记上次的例子 就是说它要Overshot 就是讲说它会 来前面 OK,来前面 然后第二点 它要去后面 好,再来 它来前面 OK,再来 扫回去后面 好,第五点 停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入 好,让我们看一下 OK,再来一次 OK,好,那如果觉得满意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呢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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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这五个 这六个Keyframe copy了之后 你按V 你可以 Cmd V 我们来看一下 按U 你看,它进去了 AV AV也是一样 Cmd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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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Cmd V一次 就是 你看到吗 它全部已经 就是起来了 所以它在前面 起来了 所以它现在可以同步 但是它也可以就是一个接一个 所以像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把V到Facts的这些Layer都选起来 然后我们按U 所以你就看到它们的那个Layer 好,所以我们按一下空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的 其实红色的这一边 移动一下 我要按一下它的黑色箭头 把它移到后面去 例如说V 然后才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Wave form OK,刚才我们是讲说 这个对不对 1,2,3,4,5,6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嘛 第一个 所以我们把第一个V 第一点拉到这边 OK 然后 Love大概是这里 好,就是它高起来的地方 Love OK AV AV AV在这边 AV AV AV在这边 AV在这边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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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的是不是 再一次 好像有一點慢齁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些 所有的雷兒都選起來 往前拉一點點 好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效果有沒有好一點 好像有耶 所以呢 所以 這樣子我們就做完了我們的 We love after effects 現在先save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就是改變它的 anchor point 然後旋轉一下 我們就可以做出非常酷炫的效果 尤其是你會懂得一些訣竅 尤其像copy and paste 那些 C frame 的話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接下來呢 我希望大家 給我的一個 我給大家的一個挑戰 就是 我等一下會 我會在你們的那個 folder裡面 放一些不同的material 你們去試試看 就是如果用那些 音樂 然後 用那些字 的話 可不可以做出 一些效果出來 所以就是我剛才教了一個是 write on 一個是 text on path 還有這個是3D的 不一樣的 swing text的一個效果 如果你可以結合這幾個 做出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動畫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 少講一個就是handwriting的感覺的話 你看你可以結合 或者是你可以用其中的幾個做出一段 大概5秒鐘的animation 5秒到8秒之間的animation的話 我就通過這一次的challenge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